波友論,今天我們講另外一個新興經濟發展話題就是zoom 為什麼呢?其實現在又回到第四波 很多學校或者政府部門都不上班、不上學 又要zoom一大輪 究竟zoom對社會或者對大家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大家開始沉澱到一些新的想法沒有? 周遜,你有沒有zoom? 有 有 你覺得zoom對你的日常生活有什麼影響? 我完全沒有用 我自己沒有用 我只是用來看女生 我只是用來教學 為什麼你突然說這句話? 因為有很多同學 因為有圖沒有真相 如果zoom的話,你也學出不了真相 所以還是贈不了 但是zoom除了用來教學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用途 沒有其他用途 因為我本身的時間已經不夠用了 所以我不會用zoom做任何其他東西 事實上我現在應該多些時間去看書 也沒有時間去看書 有很多人說 這次zoom對於社會和經濟發展最大的影響 就是以後有些外國教授說 可能以後沒有什麼商務旅客 甚至乎就會對於整個飛機 一些航空公司發展 影響就是以後會出現一種什麼狀況? 就是頭等和商務要再轉型 因為以後這一類型的客戶會少了很多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 商務位究竟有很多商務的人 我真的不敢包 其實基本上商務位本身 就是一個非常浪費的資源狀況 如果是純松是甚麼來講 純松是那個 所以現在你會發現 大家都一直將那些 等於我們在吃淡仔 壓迫我們的生存空間的時候 我們搭飛機以前的時候 我看過一九五幾年的時候 那些飛機就好像商務那麼舒服的 那些普通的位置 就是白銀琴做空中消息的時候 那時候知道哪些位置就好像商務很舒服的 但是我想商務位到時候 商務位不是真的商務人坐 商務位有些是有錢人坐 有錢人始終都坐在商務位 而且有錢人會越來越多 私人飛機會越來越流行 私人飛機會越來越流行 那你不開會就要玩的 不開會 即是你不能再重新玩 雖然很多室內瘋型的東西 你開Virtual Reality 那些親入期間 你已經等於去了 那些都會做到 虛擬 虛擬的東西去了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商務率 十居其九都沒有 其實應該是取消的 不過現在是取消了 很多公司保險 或者一些 譬如就算是地產公司 很多時候都會用這個 全公司去旅行去獎勵同事 那些是獎勵不是商務 所以那些是蘇物代替不到的 即那些你還會有的 那些還會有的 但是蘇物代替不到的 那些其實就是 正如那些人很多時候 大家一起去那裡開會 其實開會這件事最初的時候 就只是一些高層 是公司的錢 然後拿高層拿自己的錢去玩 但是你就找一個理由去做 其實大部分都不需要的 即是說我們找多人去 其實就是想自己去玩 大部分 我想地產界都很喜歡 我請記者去看看 那些記者就去看 我記得有一個 很久了 我記得我以前做小記者 都還有一些這樣的團 去下一些 我沒有去過 但有些就說去歐洲看雲石 是啊 那難道真的會有什麼 其實都是一些 讓你爽一爽 但是我覺得那些 那些垃圾公關 那些真的是垃圾公關 然後就真的叫記者看雲石 搞他整天 然後說 你也是他想寫好些 給他一些gratitude 你為什麼真的這麼認真 叫他看雲石 不要看雲石 你說過這件事情 我就有些感受 因為確實 我想你也是傳媒出身 你可能都跟過那些團去玩過 是不是 好 不然你沒有理由 這麼深刻的印象 為什麼呢 通常我覺得 公關和記者之間 其實永遠去到這些 位置上面 這些positioning 互相就真的 就不是角力都好 其實心態上面很不同 那個記者去到 你真的帶我看一看 或者你讓我了解少少 其實記者就是 譬如一天裡面 你十個小時行程 可能三四小時看了 另外那三四小時 其實你不應該給那個記者 有些少許放空 不要說放空 不要說去玩 起碼情緒 心靈上放空 喝杯咖啡 但是永遠都不會這樣 永遠那個日程表 是人家集到7點 排到晚上9點 然後其實所謂9點的意思 就是回到酒店 我想都看到7、8點了 變了在公關來說 其實基本上他們覺得 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 他們就失職 我有一次問過 有一個公關的好朋友 我問他為什麼他們一定要 三天行程 其實那三天裡面 差不多每天都有 十個小時 是周居勞頓和去考察的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我呢 為什麼 如果他不是拿這個日程表出來 根本上那個給錢的發展商 是不會批 這個就是發展商和公關 本身就是發展商公關 本身都是蠢的 在我心目中 蘇維治民心目中 其實你要那些人寫好一點 你不如去那裡 發資料都可以 照片給你 然後大家常常玩 你那個人想不寫好你都不行 雞尾打人牙較遠 但是那個發展商就是大家 我不承認就麻煩了 因為那個發展商又不是發展商 那個發展商就是公關經理 那個上司 所以大家整堆打工一起 就將事情越做越碎 如果問給大家一起 原本我想真的像你所說 因為其實你講這件事 我又有一點補充 通常呢 其實那個發展商是會出來的 但是那個發展商 首先就會 只不過出來跟你 譬如真的去歐洲 那個發展商 說得是那個人 可能只是來跟你吃一頓飯 沒有問題 所以他是不會跟你 任何一個行程 或者很少 那就證明了 其實根本上那個人 本真都覺得整件事 是很廢力 或者是比較無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都幾同意你的看法 就是說 這一種這樣的經營模式 確實我想 為什麼好像我最初這樣說 就是公關和記者 其實去到這些狀況 其實都是互相忍讓的 在整個旅程上 沒錯 所以其實根本上就是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那些東西浪費了多少錢 在這些地方 在這些地方做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可能以後沒有了 以後就Zoom去 大家一起去玩一下 那些人又不會寫 你最初是想要有一個Tweet 就是對他好一點 而Zoom的話 結果你就失去了那個意義 失去了大家一起去玩一下那個意義 就是不如好像 應該好像那些什麼 大家一起去Camp 就是好像那些保險 一起去Camp 大家 就是去玩一下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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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讲得很现实 现实到有点而真的太过 讲了底腕出来,但希望公关业朋友不要介意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们有你们的责任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情况之外 另一件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通常你用Zoom上台的时候 很多同学都不会让你的样子看见 他虽然不给我的样子,但我从来不是特别看他的样子 因为我只讲完之后就走 通常那些技术的东西,我们有技术负责的 不是,譬如我自己也有上了Zoom的课 通常,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譬如我教书的时候,很多时候 其实要知道同学在不在,有没有回 甚至乎上课过程当中,他是不是留心听 如果他不开镜头 很多时候你叫10个同学 如果那10个都没有开镜头的话 起码有6-7个是不在的 你也预认了 因为在我来说,我上课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这个 我最重要的目的是他交学费 所以如果他不在这些所有的东西 在我来说不是一个关心话题 所以这次证明了我和周显的最大分别就是 一个就是关心交学费 一个就是关心那个人是不是在 但是这个没有好与话 在乎大家是什么目标 或者想做些什么 今天和大家就谈到这里